早安各位健康打印观众 早安徐医师 注册中医师 徐扎昌 徐博士 昨晚徐医师WhatsApp我 他说要不要弄些药带来给你服务 我说多谢 我说不如这样 我说明天带几支针来 我喜欢你定海神针 今天各位观众 先给个Tight Shot来看看 我现在头壳顶有徐医师几支针 针够针一针 让我起码聪明一点 我想问徐医师 私人问题 其实这几针是什么月位 让我可以做到什么 其实这几针基本上是我们 比较常用的一些改善老部 一些血液循环 改善己力衰退的现象 或者脑退化现象的 我们所谓一个叫做四神聪的针 这个月位叫四神聪 主要来说就是头顶八户月 还有旁开一些四针的月位 所以其实蛋哥这几针 希望可以帮他 当然蛋哥本身很舒醒 令他更加醒目 更加舒醒 谢谢 谢谢 我现在一边做节目一边针也没事 可以的 没问题 可以的 可以的 有你在看着我更加不担心 我也想请教你 长生官 我中了 于是长生官 第一个长生官 我自己体验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没有了臭角 真的很靓 第二天就 咦 为何闻一下 一吸进去的时候 是真的有一种很尖銳的 不知是铁瘦的味道 我做得挺黑蛋多 咦 没有臭角 果然闻什么都没有味 现在慢慢好些了 有三四成味 第二就是 头那几天拉很多头发 拉头发 又开始改善 而我最害怕的是 我们这里要转很多脑袋 你说有脑袋 所以我很担心这件事 今天我想讲一下 先讲一个大题 到底 我们慢慢讲一下 到底脑袋和脑退化 我们又害怕 因为年纪大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今天咳几针 先醒一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和大家 谈谈脑退化 好 等一会很快 我要进入正题 谈谈脑退化和脑袋 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年纪大 那年纪大 是否等于很大机会有脑退化 其实是不一定的 我打个比喻 有些长者 或者我们不要叫他们长者 有些人士 其实他们年纪不大 可能都是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觉得自己人的记历很差 可能你问他昨晚吃过什么 他真的想不起 或者你直接问他 你刚才早餐吃过什么 他都不记得 但是有些人去到八九十岁 你问他 姑姐的电话多好 他可以背出来 有些老人家完全不用电话 他可以背好 这个电话多好 你打给他 这个其实和年龄 虽然有关系 但我觉得不是直接关系 大家要记住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你的身体如何健不健康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于是你先安慰一下我 不关年何时 但我又想知道 没有记性 刚才说 那是否等于老退化 有什么症状 没有记性 其实可以说是老退化 其中一个比较初期 或者比较主要的特征 所以如果大家发现 自己的记性 好像比以前差了 或者你发觉 好像刚才有一些问题出现 就是有时可能你平时很熟悉的情况 可能你平时回家那条路 突然间你发觉 为什么我站在路中心 我应该转左还是转右 走前还是走去哪 你发觉其实突然间 好像想不起 或者你要想一些东西的时候 很辛苦 好像很难在脑内的资料库 找到那堆资料出来的时候 这个有机会出现 可能一些老部退化的问题 这个就是不单止是没有记性 没有记性可能是一个精彩 是的 但其实原来你有时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认不到路 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是的 即是一些很习以为常的情况 譬如说可能一些 大家可能你走开的路 明明很熟悉的了 但是你突然间 都好像不知道是如何去走 这些其实大家就要留意 而且另一方面你去判断 或者你去决定做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这个反应都慢了 是的 人家跟你说话以前 可能问你这件事是怎样的 你很快就能给他反应 但突然间你发觉自己 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或者有些字 你在口边说不到出来 这些其实都可能是 反映你有脑退化的迹象 好了 我现在进入我自己的私人正题 就是老毛 首先为什么有老毛呢 老毛等不等于脑退化呢 如果不等于的时候 我有了老毛 如果太突然 因为我很害怕 突然间你说完话之后 糟了我要问什么 我看着徐医师 我不懂死了 因为有老毛 我很希望 所以为什么现在要跟着企针呢 就是顶着 有了老毛 我想问会不会影响家剧 这个人的脑退化 有几个问题呢 老毛呢 其实老毛就是近年来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 一个名词 是 那就是说 通常在一些严重的病 或者例如新冠的情况之下 突然有时的精神状态变差 或者可以说是转数慢了 或者是纪力减退等等 这些现象 但你刚才打的问题就是 老毛会不会引起脑退化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其实如果你老毛处理得不好 然后你一直的身体恢复不了 那也有机会出现一些脑退化的现象 即是说如果你老毛长期不去理去 那其实是有机会导致脑退化出现的 那因为其实中医角度来说 我们人体的状腑 是依靠气血去供养的 那我们中医角度 其实脑就叫水海 即是骨髓的水海 那肾就藏水 肾是主骨生水 所以如果当我们的肾虚 或者气血不足 供养不了肾的时候 那其实大脑的水海 就同样也会气血不足 导致你的人 就出现一个脑部的退化现象 所以在你患生观 或者身体平时虚弱的时候 其实就要快点去调补 令到身体处于一个 长期比较好的水平的时候 你老毛和老退化的情况 都可以减少出现的 那我们怎样去分辨老毛 这些症状 脑退化 其实这些症状 我们可以看看表 其实老毛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症状的表现 通常很多不同的病 都会出现这一类的表现 而且老毛经过治疗之后 其实相对是快好很多 比如我们临床上 帮一些新冠后遗症的患者 其实我们跟他做了一些治疗 针灸或者是吃药 或者做挨救之后 其实老毛的症状 其实已经很快消失 可能一两个星期就没事了 而且老毛出现的情况 年纪通常是比较轻一点的 通常是年轻人 他们可能中了招之后 出现的一些问题 而且老毛 基本上就是会受到 生活习惯的影响 比如说压力太大 睡眠不足这些因素 都会出现一些 短暂性的老毛 但是老退化 其实我们可以说 是一个人衰退的表现 衰退表现 通常都是跟年龄有关系 所以大部分都是跟年纪大了 有一定关系 而且越迟去处理 越迟去医 有机会 可能情况就越难去逆转 越难去好转 除了生活习惯之外 跟先天的遗传因素 或者家族的病史 亦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老毛和老退化 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定不同的情况 不要看轻这些长生观 立刻要知道如何去调理自己 没错 找找自己的相熟医生等等 要调理自己 因为你不知道 他在里面做了什么的手脚 他已经被你咬死了 你那14天 但其实身体的器官 你不知道做了什么 这个便要调理 没错 但你听到一个 里面有一个叫两害取其轻的 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老毛其实是可以根治的 如果你正视他 于是我现在正视 一头也是 但我想问 我们说回老退化 在老退化这三个词 你再明确告诉我们 哪一类人的风险就特别高 通常我们会发现 本身来说 生活习惯 可能不是太健康的人 会比较容易出现老退化的 第一就是夜睡 通常我会建议 无论年轻也好 或者年长也好 其实尽量要早一点睡 如果根据我们健康的标准 其实我们自己个人的标准 就在11点左右要睡 但一般人来说 其实11点 黄金时期太早 是的 太早 通常都很喜欢去到12点 1点2点3点才睡 但是我通常会比较松动 可能12点前 12点前也要睡 因为其实大脑真的很需要休息 我们每一天 透過我們的眼耳 接收到不同的資訊 進入大腦之後 其實大腦是幫我們整理我們的資料 成為我們的記憶或者我們的知識 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腦就會把一些垃圾 一些不好的物質 沖走去代謝走去 所以第二天起床大家會發覺 精神爽利 如果上面質素好的話 是會精神爽利 人家早上轉數很快 幾乎有充沛 所以我建議自己的患者 第一 你的工作不要放在夜晚做 就是以晚餐為一個最後工作的時間 譬如你最好工作到晚餐前 或者再早一點 可能你六點早就完成了 然後吃完飯之後 你就不要再碰你的工作 最好就是吃完飯 開始洗澡 休息 然後到十一點 十二點 睡覺 然後你最好就是 將一些很困難的東西 要用老的東西放在早上去做 你寧願早上去解決 你的時間一定是縮短很多的 因為你的效率會高很多 這就是睡眠對於我們人體的重要性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發現 如果真的想預防腦退化的出現 真的要早點睡 不要太晚睡 另外還有就是一些三高人士 三高人士他們會發現 其實身體裡面的血脂很高 血糖高 或者血壓高 其實長期來說 對心腦血管都有影響 那些心血管如果它堵塞 或者是受到一些阻礙的話 其實大腦也是功血量不足 經常有機會頭暈頭痛 或者不舒服等等 這個時候也會有機會 令到腦退化的情況出現 還有就是長期一些精神壓力很大 譬如說長期處於抑鬱狀態 個人經常不開心 或者他不是不開心的 但是很多計劃 很多事情想 又或者我現在看到有些人士 就是他們退休之後 就真的太舒服 然後日夜顛倒 時間又太多 不知道怎樣做 不知道怎樣用 然後他們時間太多 不知道怎樣計劃去用 變成生活沒有了規律 也有機會出現身體變弱變虛的情況 然後有機會導致腦退化的情況 記住年紀大 真的這個腦退化 和你的生活習慣是很重要的 沒錯 這樣說嗎? 對 生活習慣很重要 今天謝謝徐醫師 謝謝 謝謝